曾经我以为,我这一生应该会孤独终老 那时我没想到,当满墙的杯子都沾满了我的生活的时候 我居然除了儿子,又有了女儿,还有一生相伴的秦先生 回到台北了,这个我成长的城市 家人,朋友都在这里 台北的家,是我为自己建筑的城堡 曾经我以为,我这一生应该会孤独终老 等到儿子长大,离开这个家之后 陪伴我的,就是这一面瓷器墙 这些瓷器,全是我从全世界逃来的 每一件,都有着我当时的青春和故事 对我来说,杯子并不仅仅是杯子 但像是生命的一种容器 在这样的容器中,我就像水,能够变化成各种形状 但又不改变水的纯净品质 那时我没想到,当满墙的杯子都沾满了我的生活的时候 我居然除了儿子,又有了女儿,还有一生相伴的秦先生 这面墙,见证了我的每时每刻 从我的青春少女,一直到我现在的中年 也将陪我归去我的晚年 很多时候,看起来我们留下的是物品 但对自己来说,我们留下的却是满盈的一生 这就是我北京的家咯 后面是我的大书柜 这里的味道跟台北的家,还有上海的家都不太漂亮 北京的家呢,每次回来就有一种安定感 然后我觉得北京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让我着迷的城市的原因 是因为北京它每次回来都会让你感觉到 有一种要往前奔跑的感觉 因为在北京就是工作节奏非常的快速 但同时也有一种让你安静下来 沉淀下来的文化氛围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地方 北京的家也是我拥有最久的家 这个家已经有十几年了 每次回来我都有一种就是非常非常亲切 然后非常非常安全感的感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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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